先生过世后 独居在中和南山路的王奶奶 站在家门口等待中和区长赖俊达 中和广际福和宫 南山福和宫和中和东区福伦社等人到访 站在二楼望 看到他们下车 开心的走下楼梯迎接 岁沫寒冬中和区长赖俊达 与在地公庙社团等人逐一探访独居长辈 带来关心问候 提前祝贺新年快乐 而原本举办独老围如传统的中和大庙 广际福和宫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改为赠送红包 祝贺长辈过年快乐 这个在过年的前夕 我们所有的我们中和区的 一些独居的长辈 我们希望给他满满的关怀跟爱 所以除了工作以外 包括我们的广基工 我们有董事长 南山福德工 还有中和福人社 送红包送物资送连菜 希望给我们这些长辈 这些长辈都能够过个好年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给我们各个服务 客户来赠送 那这要劳教我们施工所 我们中和广聚工福和工 就是一个礼金的意思 祝福我们这些长辈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万色无家 地方公所和公庙社团 联手关怀弱势长辈 南山福德工赞助年菜 中和东区福伦社 则是准备了生活物资 关心独老 王奶奶看到他们来访 春节前送上关怀 开心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直说谢谢大家 我们那个在准备要过年 给奶奶送一些 好吃的餐点 生活上的用品 希望奶奶这一年呢 更健康 更开心 新年快乐 是 新年快乐好不好 新年快乐 哇 好漂亮 关怀访式行程 复兴里里长有名誉 有事无法感到 特别请志工戴维送上毛帽 让奶奶天气冷时好保暖 来自社区邻里的关怀 让她感到好温暖 这份爱的春节礼物 真的是感念在心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所以平常的照顾